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昨天大賽日就跑完了 大家都是高潮跌起 尤其是今春六十輸了之後 社交媒體的討論都是爆炸性 有很多話說 但其實大部分的評論都是相當不到位的 當然是我自己的看法 昨天我自己也做了一個賽友直播 基本上是詳細長談了今春六十輸了 我的看法是非常詳盡版 有興趣的朋友看詳盡版 看昨天那段直播談賽馬 我沒試過直播最高峰是一百九十多人 通常直播是三四十人 搞一下可能有四十多人 昨天最高峰是一百九十多人 你就知道本身都說得挺精彩的 詳盡版大家可以分享昨天那段影片 但今天我會講一個精彩版 如果沒有看昨天那段影片 都可以看這段精彩版 我當然非常鼓勵大家看看 昨天直播那段長長版 所以今集的內容都是相當精彩的賽後分析 一如既旺都會講完金槍六十 都會講一下兩隻一槍馬彈 跑成怎樣 兩隻一槍冷腳都會講一下 會介紹一隻備忘馬 因為不會回到熱面的關係 所以我會講明星期三 一隻高出賽馬 就是第六場的第號之星 事不宜遲 今天的主要題目是講一下 金槍六十落敗之前發生的三件事 沒什麼人說的 發生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未算是故事的重心 但都可以講一講的 就是金槍六十四集 其實那一貨是普通的 跟他初出 初出之前 今集初出 大家知道他是11月21日才初出 國際賽預賽 之前那三貨集都是 這三個字都用 十月五日第一貨集 田草一千米 當日第一場第一貨試集 57秒51 接著有57秒4 58秒1 58秒37 58秒25 是第二塊時間 是輕鬆到雲贏三個馬位 是快時間贏一個試集 第一個集 田草一千的集 繼而黎集 不是第一組試集 但是黎地第一組 12米 1分10秒02 1分10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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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當日最快時間的黎地 12米集 又是輕鬆贏三個 有四分一個馬位 第三貨集 第一組第一組 第一組 1分11秒37 1分11秒08 1分12秒01 1分11秒87 第二塊時間 當然 都是輕鬆贏 二二有四分一個馬位 好 接著就贏了兩場 國際賽預賽 國際賽 好了 這次賽前試了一貨集 田草一千的都是 你不要理他跑第幾先 都有影響 但是他自己這組集 比較慢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組集 59秒02 接著那些是57秒91 57秒08 58秒94 57秒92 是當日最慢的一貨集 他自己本身做的時間 是59秒41 當然 可能淡淡定 有淺乘 但是 你從這個 今舉初出 復出之前的三貨集 和這一貨集的比較 的確是有少許落差 那也是人之常情 首先要說一件事 因為 呂建威 威哥把狀態 推到最高峰的國際賽 是人之常情 那董事輩之前 回落少許 因為之後他還有大把路走 沒理由在董事輩 又是推到狀態到高峰 一直維持季尾 這個完全明白的 但是 以大家 認識的是 金槍六十 不需要十足狀態 根本上都可以贏到馬 這是第一點 較為少一點 第二點 金槍六十 賽前的試集 是比他今季季初的那些集 相差很遠 顯示狀態當然是未及 國際賽的水平 但是不代表他不能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昨天早上10時42分 潘頓出了一個Twitter 裡面出了一個Tweet 叫做 Big day of G1 racing at Sartén today Golden Sixty looking to equal the Great Sun and Witness and the Hong Kong record of 17 straight wins in race 7 就是說什麼呢 今天大賽日 一級賽 Sartén 金槍六十 將會是 希望去平這個精英大師 十七年勝 在香港十七年勝的紀錄 4點05分 大家開著電視看 香港的朋友 澳洲的朋友 開著電視看 大家想想 以潘頓的性格 很囂張 真性心極強 會不會幫人打氣 幫金槍六十打氣 為他十七年勝 平生英大師幾樂 過來看 快點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還是他其實 跑完 我當然這麼說 跑完就 其實我昨天早上看了 他叫大家 快點看我怎麼搞定金槍六十 會不會這樣 不知道 總之 昨天這個推特 出來了之後 我其實自己都 有考慮過 夏威夷是搏的 但是我實在太厭寬 帳王的關係 我都是金槍六十 帳王QPQ 金槍六十 帳王QPQ 因為帳王大家 如果跟著這個頻道 都知道我是上次的備忘馬 我是高度評價 上次香港杯跑第三場賽事 高度評價 之後再說 好 第三件事就是 大家聽得多 現在不同的頻道 所謂的排隊馬 或者暗飛 跑之前 夏威夷是極之多的暗飛 也就是說 極度受歡迎 也可以說 極度受歡迎 金槍六十當然受歡迎 沒什麼不受歡迎 夏威夷是唯一一隻 極度受歡迎的馬 三件事件 這個就是金槍六十書 之前的三件事件 大家可以去消化一下 那我不詳細說 金槍六十跑成怎樣 我精要地說 就是 首先我們看看 初後報告 初後報告 何澤耀說了一句話 我極之是不同意的 就是 敷衍一下大眾 應該這麼說 我先說一句話 大部分網上的評論都說 何澤耀說得太厚了 輸了萬步速 哎呀 但心聲 幸福士龍 駁住了 金槍六十 這些完全對我來說 是不成立 不關事 我的結論是 金槍六十 何澤耀是 有意無意地 削弱金槍六十的真正機會 這個是我自己的結論 那首先 先說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最後報告 這個完全廢話 我再說一下他怎麼廢話 他說他如其 達心聲及幸福士龍 會居於教實際 為前的位置 勁跑 而他會將坐騎 置於該兩距自後 完全是侮辱我的智慧 完全是侮辱 或者是大眾的智慧 為什麼這麼說呢 金槍六十 今次一檔 上次國際賽二檔 上次國際賽 幸福士龍五檔 達心聲十檔 都在金槍六十外 結果幸福士龍五檔 達心聲 是守著什麼位置呢 是比金槍六十後的位置 幸福士龍五檔 達心聲 那麼他為什麼會預期 今次金槍六十 幸福士龍五檔 達心聲 會在金槍六十較前的位置呢 這個是 完全是 隨便說的說法 第二件事我想和大家回顧一下 金槍六十是怎麼跑 他有兩種跑法 今天是贏馬 第一場國際賽預賽 他排外當 他是留到最後 最後不理 有幾萬沒有做法 留到最後 轉彎 飛出去衝 一早是留到最後 不會被人搏 一早是留到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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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第二個跑法 國際賽二檔 都是慢步速 不是快步速 他是著意跟前 他本身跟陳年尾走 是有一段距離的 打得起 本身我打算不詳細說 不過我忍不住都要說 本身他跟陳年尾走 是有一個多兩個馬位距離 他都著意跟回一個馬位內 這裡是著意鬆著馬 跟上前 主動位轉彎先 轉彎先去找位 其實是很疼的 但是找到位 11隻馬賽事 他都不擔心轉彎 雅翠去找位 昨天那場馬是7隻馬 7隻馬賽事 他反而擔心轉彎雅翠去找位 這是有問題的 這是國際賽事 好 昨天的賽事 7隻馬賽事 看看國際賽事 又如何處理 一出閘最快 金春六十 不跟前 金春六十 不跟前 他跟夏威夷這裡 有三四個馬位距離 不著意跟前 流到一隻馬 口默默 著意被韓福士傭和達森星掩蓋著 這裡他跟帳王 都有兩個馬位距離 為什麼要這樣做 現在還口默默 為什麼不鬆一隻馬 走上去 好像撲上去跟陳年尾走 跟緊一點 為什麼要流到這麼厚 是沒有原因的 你不要說 含福士傭和達森星掩蓋著他 整條路裡面 內難喘上來的 他都不會這樣做 是要轉彎都尉雅出去 不是何宅耀沒有想法 沒有想過怎麼跑 是他著意是要這樣跑 那為什麼要著意這樣跑 大家想回剛才 金春六十書 落敗之前的三件事 大家去想一想 大家去自己想一想 何宅叫不需要這樣跑 大家再看一次 給大家看巡邏影片 整條路跟夏威夷中間 三、四個馬位 帳王也是沒有來的 如果大家看完直鏡 帳王也沒有來 然後你會說 直路不利內蕩 要走出去衝 國際賽那天 直路都是內蕩不利的 直路可以走出中蕩走 完全沒有分別的 跟國際賽那天 他絕對這裏 整個馬位可以先踏上來 他不是被馬封鎖 他自己不走上來 整條內蕩 你說幸福笑容 在他前面 洩藍在他前面 你都說不是的 他是著意這樣押出去 所以何宅耀 我自己的結論 就是何宅耀有意無意地 削弱金槍六十真勝的機會 大家再消化一下 剛才我說金槍六十 落敗之前那三件事 大家去消化一下 這就是我的金槍六十去看法律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好 說回昨天的賽事 顯心聲 那張馬膽跑第二 其實洩藍發揮九十五分 唯一挑剔就是 朱媽媽沒有掩蓋 當家學王給他出 但是都正常的 因為顯心聲會 想確保自己的走線比較順一點 如果當家學王是一隻三倍的大熱門 那當家學王應該要掩蓋他 但是這隻不是假想敵 不是假想敵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自己盡量走 鬥後勁方面 洩藍和學生 洩藍是比較油和 鬥後勁就是不夠鬥 就是跑第二 這裡我認識一點 好 那 第四場 撐冷卻是新威王 那麼 直接都 下次要再買一次 萬步速 流到尾耳 講完了 這些 相當失望 下次再留意過 第五場 自己撐冷卻 團結精神搏不到 今次 今次走了樣子 那麼 我想說的就是 備忘馬二戰得勝 二戰得勝 當然是賺了中外蕩蔥的形勢 但是是爆了一段非常之勁 上力 因為第一段 好得比較慢 第二段就快了 但是這段是爆得超級厲害 還有大家看他的走規 集中程度和走的平衡 還未做得那麼好 大家看看側鏡 這樣搓上來 大家看看碼頭 他們還在這裏 即不是直線全力衝刺 去看他的馬身 馬頭是側側的 其實 都是 還未很集中 去看那隻馬 我覺得他 還未很集中 還未很集中 但是很強的勢 這樣撲上來 還未很集中 去看見那隻馬 還有走規 不是那麼順 剛才那一步也不順 看一看鏡 鏡子 鏡子在這裏 那隻馬有一點耐閃 這隻馬 梁家長去修正一點 但是這隻馬 現在是 不知道是否是戰狼三千 騙了出來 有一點鼻 二千一星有一點鼻 不要弄住 有一點鼻 這裡又耐閃 這樣修正 所以 最後一二百米 它是繼續有充勢 但是 沒有算是很順 整隻馬衝得 所以在走規 平衡方面 都未做得很好之下 這樣衝上來贏 是 還有分在手 就是二線得勝 我自己大家知道 我很少選一隻 贏馬 贏了馬 做備忘馬 但是 二線得勝我覺得 值得做一隻備忘馬 大家可以寫下它 好 去到 第八場賽事 另一隻內槍馬膽 7.5倍的邊邊君子 順利贏馬 都蝕了直到裡面 但是走落非常順暢 步速又不算快 輕微賺了一點慢步速 但是直路是蝕了內蘭場地 但是也贏了 有7.5倍 大家都相當和美 這場合大家記得 我們偏偏君子拖 轉飛龍 風景玉吹 轉飛龍 都是我youtube也說了 正一衰馬 正中衰馬 試刺跑第四 如果大家 因為 冠季初出 無險當跑123班 那場追得很厲害 之後長長跟順 長長牛白浦 5.8倍 6.3倍 7.1倍 6.2倍 5倍 長長牛白浦 長長都是輸都有原因 我不知道它很失運 還是它是衰馬 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 就是偶缺的買這隻馬 我已經戒了 我已經戒了 我已經戒了一至兩次錢 已經戒了 不找他做膽 偏偏君子 好 今天的分析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like 讚我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朋友看看 去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 有什麼意見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可以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留下留言 謝謝粉絲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知道我現在來到渠道 發放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十分鐘前 都會講熱業 預計集前落飛馬 如果大家想收取這些信息的話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chern 談賽馬 來到我的致等post 拿到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們看 看你們是否還會參與 或者按這個 連netchern 談賽馬 繼續留在漢股市的group 進入之後 你會知道我如何聯絡 去拿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頻道 連netchern 談賽馬 按訂閱 或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是鈴鐺 你一時人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